作词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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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一段时光 留下来想念 记忆中刻下模样 不带走遗忘 你就像一轮太阳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一年时光 那一个温柔眼线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紧口心脏也较亮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一年时光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般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累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战争难眠的长夜 领不未来的图画 回本里是我们的梦想 孤单 你是我的一年时光 这根本不存在的事 我给你什么真相啊 你这人是不是有意思呀 这 我根本都不认识你说的什么公寓 你在逃避什么 我逃避什么了 你想在我这里得到什么 我也给不了你啊 我现在无论说什么 你都已经有既定的答案了对吗 我不会错 我真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断定 一口咬死我和公寓有关系呢 米生也说有证据 你们的证据在哪里是什么 我都不知道 米生 听到没 还在言 来 你继续编 我听着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对自己杜撰出来的剧情深信不疑 你又何必问我 还有什么等价交换 你那个公寓有多大能的 值得我去等价交换啊 再叫我哥名字是什么 再说一遍 怎么了 米生 咱们走 去她家看看 凭什么去啊 石小姐你能够配合一下吗 如果真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也不会为难你 你想去我家干什么 快随便找 我看你那找了什么 我看你了 米生 去把她的相册日记都给我翻出来 还有个人主页之类的 一个都不要落下 小老大 这 是不是不太好 怎么说人家也是个女孩 随便 翻出来 我倒是想看看 能翻出来什么 我现在很饿 我要吃东西 你还站着干吗 快脆啊 你在干吗 顶外卖 我告诉你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你听不腻 我都说腻了 嘴皮子都磨破了 我不认识公寓 我也证明不了我自己 您慢着 你要是高兴呢 你把我这房子查了都无所谓 你查了以后 顺便把文艺给处理了 正好 我还赔不起你这赔偿金 你放心 没有人会找我的 也担不了官司 你随便 你随便 行 起来 干吗 我做饭 我这一天肚子都快饿死了 我有力气了 你在来收拾我 石小姐可真是狗居 敢跟小老板对着干 真一样 喂 什么 你确定吗 我上去 好好吃 我上去 就吃了 虽然三月二十号 施小年在哪儿 确实没有种的白城市 那三月二十一号 他曾经独自一人 出现在木柴附近 我们还调查了 他近期年的关系报 和星空路线 包括出国 旅行 修制等一切居住 跟孔玉先生 完全没有中国的谱论 完全没有 他真的不是孔玉啊 基本上没可能认识 一调查下那个沐千初 不仅他为人 牧师集团旗下的所有企业 包括那个未婚妻 都给我十个调查 是 那 施小姐呢 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你先去调查清楚 这个女人 没重见她 去吧 好 没问题 我先去 我先去调查清楚 我先去调查清楚 因为我先去调查清楚 我先去调查清楚 你也认识没有人 那我先去调查清楚 你自己调查清楚 我先去调查清楚 你得炙得要够强啊 我饿了 吃饭喽 吃饭喽 这是昨天剩下的米饭 外婆觉得扔掉可惜 只有用一个鸡蛋重新炒了一下 或许爸爸妈妈说不能吃 生饭生菜 哎呀好舒服要怎么管它啊 出品或者 lan才 transfer 这么便宜 法森 马投契 是你喜欢的人吗 关你什么事 你去制造点商业丑闻 等他们企业股价大跌 就收购他 你说什么呢 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 你不是不想让他们订婚吗 我就不信 出了这么大的事 他们还有心情订婚 要我说啊 你就是太蠢了 都被欺负成这样 就只会躲在厨房里哭 真的是蠢到家 干吗 说我蠢 别吃蠢人的饭哪 不就是一碗炒饭吗 至于这么小气吗 是这碗炒饭贵 还是我花钱救你吗 别忘 十万元你一分钱都没还我 你冲我喊什么 还钱啊 既然你没有能力还我钱 那就乖乖地把饭给我 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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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过来 不给 拿过来 不给 我干吗 你干吗呀 你干吗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放开我 你是谁呀你 你有什么特别的 你凭什么样破坏我人生中 所有重要的场合 你明其妙地把我绑走 破坏了我的初审会 我好不愿意见到天初了 你又出现了 现在好了 你还在我家 跟我抢吃的 吃着我的饭还骂我蠢 你干吗呀 你走 走啊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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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我真有 放开我 你出不出去 不出去 我喊非礼了 你喊啊 三 二 算你喊 你识相也去脾气啊 吃个点过活 把这个手机给诗相念 就说是我赔给他 那石小姐正在镜头上 给我都不收呢 他不收 你就别回来了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的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难免的长夜 令我未来的图画 为不离是我们的梦想 你是我的 一遍 你是我的 你怎么又回来了 石小姐编程器 我是奉门来送手机的 送完我就走 这是贡献人给你的 他说弄坏脸的手机 感觉十分愧疚 请您一定要接受他的赔罪 我不要 工先生还说了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回去之后他会打死我 然后派公司员工 每天过来送 要是你还不接受的话 他就亲自过来送 直到你接受为止 她说了 不会 别乱 没有 你或许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天气真好 是啊 我以前就想 如果我以后眼睛看得到的话 就一定带你来日记岛看日处 怎么样 我的美少女战士 开心吗 开心 特别开心 等等 拍张照 留作记眠 来 看着眼睛看着眼睛冰箱 看着眼睛冰箱 看着眼睛冰箱 我 Não tenho mais de sua 不是这个 什么声音啊 明明没放手机卡呀 喂 喂 施小姐 你干嘛呢 你怎么才就有电话呀 丸子 这 你是怎么打进来的 什么我怎么打过来的 你都关注什么呀 你没看新闻吗 你妹妹石敌和沐千初 已经公布订婚了 地点就在日记岛 你不敢想 这儿 我的孩子 真的 这么完整 什么事 我都听见了 怎么回事 你都带来 我在那儿 我都带来 你这儿 我也带来 我都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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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ич别被他 我都带来 怎么会是真的呢 石晓妮啊 石晓妮 你果然是一个没出息的女人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石晓妮啊 石晓妮 filled with скорее étant总说的 加ní壽 艺行上 别人 嘞 采ien 尤其是市场管理方面 我认为啊 还是我们陈总更加优秀 陈总 陈总 没错 陈总 你真是过奖了 恩义的今天呢 确实是我和 他们两兄弟一起打拼的结果 虽然说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公公还是个矛头小 但是恩义有这样的成绩 他是功不可没的 我只是担心 公寓的事情对他 情绪影响很大 多少都会影响到公司的利益 这么说来 现在公寓不在了 恩义总裁的位置又空着 这个总裁的位置 理所当然的就是你 对 对 对 说得对 说得太对了 各位老总 您不可不能再看我玩笑了 我现在全部的心思 都放在了新手机的测评上 这些事呢 以后再说 这样 恩义呢 正处在一个危机时刻 接下来 我们还有很多合作机会 我们 携手并进 再创辉煌 好不好 来 好 好 陈总好 陈总 您要找的那个特级绿螺 我帮您找到了 是 在哪儿找到的 保密 对了 陈总 您订的红酒也到了 那你就让他下午 让皮特下班以后吧 送到老师薛凤那儿 好 行 那你们吧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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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么多年 你在副总裁的位置上 可真是委屈你了 你的能力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陈总早上好 今天报案已经放在您的办公桌上了 嗯 那我先去忙了 好 石小姐 您看这款怎么样 我觉得这款挺适合您的 您是要这条还是看看其他吧 我觉得还是刚才那个的腰身好一点 你去帮我把那个拿过来吧 好的 您稍等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儿跟你也解决心声 我也是没办法 自从我跟千初的事情出来之后 各种媒体都盯着我们 各种小道消息都恨不得绝地三尺 而且我也没骗你 如果我不回应的话 他们迟早会顺图摸瓜 找到爸妈那儿的 你呢 是愿意在这儿配合我一下 还是想熬妈妈天天被堵 小迪 你能不能别为难我了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我结婚以后呢 我们还是要做亲戚的 而且 你跟爸爸妈妈我也不会不管 该帮的我还是会帮的 我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帮助 用什么计划呀 我丁坤典礼 你还是要漂漂亮亮地出席的 再说 我要不帮你的话 你连个像样的裙子都没了 石小姐 您的婚纱 我的先不着急 先帮我姐姐拿一条礼服试一下 那石小姐这边请 我帮您去换装 混蛋 这批手机系统 明明有重大的披露 还敢敷衍我 开什么犯规 他是把别人看脏映的笑话吗 我不要死了 李生 召集新手机开发的所有相关负责人 一个小时之后 不要开紧急会议 好 我现在去通知 石小姐已经画好了 你转过去给我看看 你后背怎么有个疤呀 你去找一件不露肩的给他穿上 露个疤 宠死了 公公已经很长时间 没在公司露面了 这么着急找我们来开会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这个结构养伤 不会是手机出什么问题了吧 陈总 这个项目是你负责的 测评数据怎么说 不可能是手机的问题 这次我们要发售的一百台手机 耗时五年 隔离测试做了不下一万次 测试的结果接近百分 公寓还在世的时候 对这个项目很伤心 可千万别在产品上出纰漏 不然 以公欧的脾气 咱们会吃不了兜着走 好 大家新闻看了没有 牧师总裁牧千初 要跟一小女明星订婚了 订婚时间也出来 正好 跟我们手机发布换是同一天 我估计一会开会 肯定要说这个事 瘟疫手机的项目研发负责人都有谁 怎么办 怎么了 路人吧 你们向我保证 要为N1打造出全球最安全的手机系统 然而呢 你们做的系统 找出漏洞并破解成功 我只用个十分钟 十分钟啊 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既然你们连漏洞都发现不了 我也就更不用指望你们修复漏洞 自己辞职吧 对于其他人 在我没有找到任何披露之前 也还有时间完善 工作等一下 我觉得您的要求 稍微有点苛刻了 我的确不能保证N1手机 可以百分之百地定于如亲 但以现在的水平来看 它已经做得相当完善了 我敢保证 在未来的五年 甚至十年之内 它都是领先的 能入侵它的黑客 也是寥寥无几 我认为这种低概率的事情 真的够不上危险 三人 大家都知道 您天赋一品 虽然可以破解性 但如果让您来修复的话 我相信也不敢保证 百分之百地 挺有风霸 有点意思 那不如我们就赌一下 如果三天之内 我把手机修复好 而且在座的各位 都找不出任何毛病的话 这混蛋 那如果您输了的 如果我输了 恩义的总裁 你来做 再会儿 再会儿 小老板 咖啡 放点儿吧 你去安排一下 把已经预定出去的 一百部手机 重新入场 进行系统重新 还有 这 这个石小姐是不眠不休 每分钟都在刷新吧 这个女人 真的是 对了 小老板 那咱们送给石小姐那天手机呢 要我拿回来修复戏了吗 不需要了是吧 我和你之间 又透你的墙 借你目光探索柔软的床 颠倒山楼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牵手的邮件 装着送你的全世界 要给就给完全 要收就收全部 可誓言太老草 淋漓 不太藏俗 第一个愿望 希望有一天 你的眼睛能好起来 我们一起去日吉岛 看世界上最美的日出 不辜负 不辜负 你和我之间 又透你 第二个愿望 希望我们快点长大 然后环游地球 看各种美丽的风景 借助 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好不好 好 我会永远跟着你 一言为定 好 一言为定 第三个愿望 我希望 我希望 以后可以当你的私娘子 然后我就可以一直保护你 我会为你变得更加强大 我希望你能够幸福 我就很感谢 反正 我会一直在你身后 默默地看着我 你幸福 我就很感谢 好 喂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主编说你的冒画可以出版了 让我们现在过去的 小玩家 我不想出版了 为什么呀 这个漫画 是我和杰出为原型的 可是现在 杰出和史迪 就要马上订回了 我的公司 也运转得挺好的 就不出版了 你给我等着 是 史晓妮 你真的是要气死我了 你知道吗 史晓妮 史晓妮 对 史晓妮刚开始在一块做搭档 你是怎么说的 要在国内高桥溜梅塞 难道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 漫画是你坚持这么多年 一来一直的梦想 不管内容是什么 好歹是你画了这么多年的作品 这么就放弃了 就因为史迪和沐千初 也不光是为了他们俩 还顾虑到我爸和我妈 史晓妮 你为你们家里放弃了多少事情 你不知道吗 现在还要奉献你的事业 史晓妮 你的梦想就这么不值一提吗 对不起啊 小念 我刚刚太激动了 没杀住闸 你别生我气啊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是我自己 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事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点打算都没有 小念 要不然这样 咱们明天先去听听主编怎么说 听听没有什么影响 对吧 得改啊 得改得改 这 这一定要改 您看 这个得改得改 是吧 那您的意思是说 小念漫画出版的前提 是要重新花 我说得改 啊 现在这种尘埃的人设 已经过时了 已经不讨喜了 那您说得改成什么样的呀 男主角嘛 还行 啊 这个女主角得改成那种 特漂亮的大明星 女演员嘛 女演员嘛 你们说啊 现在演员做主角的东西 得多活啊 得改啊 好 总编 好 其实 不是我这漫画人设有问题 是不是我妹妹她 来找过您了 你们姐妹俩有什么恩怨怨呢 我确实不清楚 说实话了啊 小念 你的这个漫画确实画得不错 但是没有名气啊 你也知道 在这个圈里 画得好不是钱 名气才是钱嘛 你看你妹妹现在啊 热度这么高 这么火 对吧 你又是她的清姐姐 你随便画一点 与她有相关的东西 那就能大卖嘛 不用了 我是不会改的 我知道 我没名气 没热度 我当时签进来这个出版社 也是因为小丸子力尽 我知道 我签进来以后 没出过任何作品 我是很抱歉 可是我从小就学画画 我从小就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做自己内心 最想表达的东西 这才是我 我画的东西可能你们觉得无趣 觉得幼稚 可是真正看得懂的人 才会理解那是我自己 有我自己情感在里面的 这对于一个漫画者来说 不是更重要吗 也许 我画了您说的这个题材 能小火一把 可是这不是对我来说 真正的肯定 对我来说真正肯定的 是我画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哪怕它还不被很多人看到 就这样吧 这个漫画我先收回了 本来我也没打算再出版的 正好留作纪念 至于我本人 跟贵舍创作理念不合 正好合同快到期了 那就就此终止吧 我说 你就以你妹妹为原型 改一下漫画会死吗 这么好的热度 这么好的机会 我 我跟你说啊 您要是不改 我就以工作实质为由 把孙杰平给开了 主编 主编大人 我求求你 千万别开我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这么说呢 我呸 不用你开 本姑娘辞职不干了 我 不不不不 还有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石小念的御用编辑 像你这种只会威逼力 有缺人复事的人 我们还不伺候呢 不是 我 还有 我最讨厌别人联名戴性的 喊我孙杰平 好 尤其是你 走 你说这个世界上奇葩怎么这么多 居然拿词调我来威胁你 开玩笑 老娘在这个世界上最不怕丢两样东西 一是脸 第二就是工作 还有 你那个奇葩妹妹 木千初居然对她深信不疑 她不是个傻子吧 哎呀 气死我了 反正是我从会画画画那天起 我就知道会被很多东西诱惑 会被很多人不理解 其实这些我都无所谓 主要我是担心你 你说你在这么一个出版社 工作得好好的 马上就要升职了 这叫道不同不相为谋 就他们这种爱缺人复事 爱博眼球的人 我早就看不惯了 不就给你个臭钱吗 小念 你放心 有我呢 就为了有一天能让他们 跪到我们脚下 向我们跪地求让 我也一定会尽全力帮你到底 从今天开始 咱俩就是一个神的蚂蚱 如果有一碗饭呢 咱俩就一块吃 如果有一条裤子呢 咱俩就一块穿 如果遇到男神了的话 遇到男神 石小姐 龚先生想请您去一趟 这呢 这么多东西 太齐全了 好 把上面的文件留一下 我等一下去楼上看 好 好 这个女人怎么够呢 不是你让她来做饭的吗 有点不太丢劲啊 您是不是觉得啊 石小姐这次过来 不挣扎不反抗 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还一副 怡然自得的样子 很奇怪是不是 我刚刚接上石小姐的时候吧 她刚从出版社出来 刚刚陪她编辑逛的时候 听说她之前 一直想出版的漫画暂时搁置了 加上她妹妹之前订婚的时候 可能精神不太正常吧 好 蠢啊 不用管她了 臣百败到了 我们都走过时光的天 谁不是谁 面临一个倒影 天到悲喜 学会遗忘记忆 风试着将波折扶平 我试着将一切抹去 我和你之间 有透明的墙 借你目光 探索柔软的窗 点到山楼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 你拒绝牵手的邮件 闯着松迷的全世界 你和我之间 有透明的墙 见你目光 探索柔软的窗 天到山楼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牵手的邮件 装着送你的全世界 要给就给完全 要收就收全部 可誓言太老草 领悟太造俗 那一段路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明年孤单 不辜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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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